第十四集 我们家居28厘岛的Handy Park 这边刚开火了 2023年10月份 家居28厘岛的Handy Park 单位 所以是一間房間的 384呎 師傅現在開始了 來到廚房 我們要看看Headie Part 看看電位 有電 來去水 鋼位 有色差 另外 機器 有很多髒東西 最主要是這個門 其實很好 看到了刮底 貼得很盡 後面還有很多虛位 弄了 現在做完洗手間試水 肉平 很明顯 漏水 不停噴水 膠邊不夠長 令到洞 在這裏 洗澡 就不停留水 這些位置 值得注意 不知不覺 留一會 已經流到太灯水 這位置要切清楚 好 看到 還有邊框 這些位置 微打膠 好像釘膠 微打好膠 有點不喜歡 有機會 入水 另外 洗手間的膊口 這些雲石位 這些膊口 做得粗糙 這些位置 刮手 這個縫口 為處理得不好 這個可以注意一下 好 看看地板的情況 這些 看上去是木 其實是磚 木紋磚 很少發展商 已經在用木紋磚 你看看 情況 因為很多時候 鋪得不好 就會起扣 起扣 起扣 這些位置 整條 過不了 這個門口位 這個磚 是凹進去的 再看過一點 這些位置 起扣 所有刀 所有的貌 都過不了 所有的貌 都過不了 起扣 木纹砖就是这样的情况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泥水功夫或者砖的问题 造就了很多不平起级 不必要的刮脚 所以就要留意 现在发展商很多用木地板 省水省力 来到间房的位置 发展商用了非常巧妙 灵活性很高 两招门做间隔 又好又不好 好的就是灵活度高 喜欢厅变大一点也可以 火有私隐度也可以 但不好就是路柜位置 如果安装得不好 就会起起了 起起起起来 门也不能夹进去 就会调调拼 这个位置 它就预理 这个车要在路柜里走 但是路柜不够高 不够高 它硬要将后面升高 做到不平 但是车始终未到柜柜位置 变成这边 门便搖下搖下 另外这些位置 这些位置 其实有发展箱 真的做得麻烦 用功的 用心的 但是手工方面 差一点点 整个手工方面 我个人认为 整体用料都非常之好 但是油漆那边 相对靠分 你看到裂痕 都是一个很明显的裂痕 看到了 上面的油漆都做得不好 像这边 这边 这边 做得很不平整 很难擦 那边 都是一大大不平的地方 房间方面 亦都是 你看到它的打胶 都做得非常之一大二大 灰色的长白色的胶 小心点 另外这些批灰 这些绩子 都是做得一般的 油漆方面 扣分 例如打胶 这些收口 都做得不好 这些裂痕 到处 可见的 对了 外面的位置 暗角位 转角位 批灰 做得不好 看到吗 一大二大 站高一点点 凉位 阵位 这些肩膀 全部做得好严惨 看到了吗 有一丁 有一丁 凸出来的 街手 真的不说得少 这些油漆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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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油漆 真的一般 最后 要做一个 外场射水测试 亦都会用高压水枪 我们做一个 围住烫窗 噴灑 看看有没有流水 入水 一般 在这些位置 就会入水 你这个烫窗 我明显 就好事 好了 找我们的烫窗 记得 好 最后 试完水 看看 斜水道 都做得可以 唯独这个薄 很奇怪 我们见到 是一个大氧水的情况 出现 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位置 做了一个斜 向外斜 所以水里永远 只会氧着一坍 另外 膠边 打得非常粗糙 一大一大 就是这样